大家好 欢迎收看杜高斯北电视 我是本琼斯 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 是RW市场咨询公司创始人 罗恩·威廉 我们将就苏格兰公投结果公布之后的 市场最初反应进行讨论 罗恩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首先请告诉我们 市场在苏格兰公投前夕有过何种表现 在独立公投被否决之后又是什么反应呢 当然 我还特地为此准备了 英国货币市场最初反应的简要概述 我想请大家注意这三个图表 第一个是英镑对美元货币对 第二个图表是欧元英镑 第三个则显示了英国股市的 领先股价指数-1100 我们都注意到这三个市场 出现极具的良好反应 比如我们看到英镑对美元在过去几天逐渐地上涨 但之后该货币队则急剧地上升 突破20和50均线 达到1.6780水平 此外 关于这个货币队 我想指出接下来的阻力位会在1.67至1.6930交易区间 这是很可能会被突破的重要位置 而支撑位在1.6278水平 斐波纳契回调在0.382 斐波纳契0.5 心理价位为1.60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第二个欧元英镑图表 英镑对欧元上涨 该货币队在图表上显示看跌趋势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意外的突破 该队阻力位在0.80和0.79水平之间 该货币队如此的动态 对整体货币市场有着很大的意义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股市-1100的曲线图 在9天的时间里 我们看到价格下跌的趋势 但在独立投票之后 我们注意到指数的上涨 因为苏格兰投票结果显示 大多数选票都是反对独立的 该指数表现相对积极 阻力位在68.90和67.50之间 外汇市场在苏格兰公投 结果刚公布之后有何反应 还有英镑美元交易情况如何 英国-1100指数如何变动 我也想提醒我们的观众要考虑整体画面 即要考虑所发生的事情 还有之前的趋势 特别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 苏格兰公投带来的影响 至于英镑美元 在这个图表上我们看到 英镑在整个期间的交易情况 近两年以来英镑的上涨相当的令人意外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趋势 但如果我们看一下 历史上英镑对美元的交易 我们能看见什么呢 18年的大部分价格水平都在1.70至1.67之间 今天我们看到 该货币对汇率跌下这个水平区域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汇率下跌了15% 而之后我们看到 英镑积极的反应 价格突然发生了偏离 我们可以在这个图表的红圈内看到 英镑对美元汇率下跌 我们可以从英国富士100指数的图表上 看到什么呢 如果让我们看一下 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股市 富士100指数图表 这已经不再是投资的历史 尽管英镑上涨 外汇市场整体波动剧烈 金融指数富士100 是市场的主要趋势通道 纵观今年 我们已经看到 该指数超过了历史高位的7000点 在一定程度上 当前的趋势 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 富士100指数趋势 我想说的是 历史可能在重复 价格也有相似的地方 我们看到横盘趋势的开始 我认为在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经济逐渐地恢复 我们也现在观察到 股指的增长放缓 现在英国股市有看跌的潜在风险 但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 不会对欧洲和西方国家股市影响深远 预指的下跌趋势开始 我预计会达到6300点左右 这是中期和短期的目标水平 到12月份 在股市季节下降期间 可能会突破这一水平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罗恩 本次访谈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内容和独家采访 敬请关注都高斯贝电视 再见 拜拜